我整个暗脸 你要敢欺负小琪的话 我闹死你 我就看你没这个本事 小琪是来完成任务的 不是要被来欺负的 你今天回去怎么这么大 不打了 不打了 要不我陪你练练吧 我怕你一个人练太无聊 那会不会再来 让你闪了 我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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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告诉你 小七是个好女孩 轮不到你对她乱发脾气 我们之间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小七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警告你 你要敢欺负小七的话 我闹死你 我就看你没这个本事 这方总和江总关系还挺好啊 他俩还挠起痒痒来了 别看看 坐坐坐 小小姐 您真的辞职了 这么好的一个人就要离开我们了 给你 这本来是要留给我自己用的 没想到您先用上了 您千万不要放弃啊 您回去以后 一定要潜心修炼 暂避风芒 以求东山再起 我那奶茶店离你们这儿又不远 你点个外卖就能见得我了 多点点 谢谢 那我以后一天点一杯 茶小姐 您跟方总真的没有希望了吗 真的 我去帮您说说 我 我 我 方总 茶小姐把辞职申请发给我了 您一点都不惊啊 她这次倒是挺有骨气的 去跟她把工作对接一下吧 方总 你也太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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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面对每位员工的离开 今天有什么安排 对 一个小时候有一个例会 下午是香水部的新品研究会 对了 陈小姐说 一会儿要找您讨论彩妆广告的事情 知道了 早啊 工作辛苦了 给您带了咖啡 您先出去吧 我 这个是子万集团的合作项目 以后就交给你来做了 好的 柴小姐 您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不过您放心啊 在公司啊 我一定帮您看着方总 可千万不能让他抢走 他俩这不挺配的吗 他 行了 我工作已经交接完了 东西呢 也已经收拾好了 有机会再见 拜拜 好好地填宠剧 怎么变成三角恋剧情了 第三者的介入 严重影响了男女主的感情 他们究竟是破禁床源 还是分荡扬镳 不及天下鬼分界 我已经跟摄影师商量好了 地点呢 就选在水族馆 再配上F集团的人鱼姬唇彩 效果一定特别唯美 我们今天下午 拍一组情侣宣传照 你觉得怎么样 方龙 方龙 好 可以啊 就这么定了 好呀 那 你继续忙 我先走了 谢谢 昨天晚上 你就让我自己回家 今天 不打算送送我 好了 送到这儿就可以了 嗯 你怎么离职了 不是昨天还好好的吗 是他自己选的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 以后不管你去到哪家公司 都要好好加油 走 我们先走了啊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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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